齐飞R150 2020款农业无人车校准测试 泵校准 请您在无人车进行喷洒作业之前,对药箱进行泵校准 点击页面上方的喷洒图标,进入喷洒系统参数界面 在药箱装入4升左右的水,然后点击泵校准,打开进入泵校准页面 按要求对药箱进行泵校准 注意,在校准期间不要控制车辆行走 喷雾机测试 第一步,水平控制 打开双气雾机同步控制,滑动控制条,可以同步地控制两个 打开摇摆,可以设置一个范围进行喷洒 打开或者关闭双气雾机同步控制和摇摆,滑动水平控制完可以同步 或者单独设置左右喷雾机水平摆动的角度或范围 第二步,垂直控制 打开双气雾机同步控制,滑动控制条,可以同步地控制两个 打开摇摆,可以设置一个范围进行喷洒 打开或者关闭双气雾机同步控制和摇摆,滑动垂直控制条可以同步 或者单独设置左右喷雾机垂直摆动的角度或范围 喷洒设置 第一步,您可以点击手机上方喷洒量、雾化或风速进入喷洒设置界面 左右滑动设置喷洒用量、雾化和风力 第二步,设置好水平控制、垂直控制以及喷洒设置等参数后,点击打开 请您确认周边环境安全后,点击是 无人车就会按设置好的参数进行喷洒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观看